第一番就是把上一次上课,第二次上课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上一次上课的话基本上我们是讲到几个练习 第一个就是写一个BMI的计算的小程式 这个部分的话,里面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如何去计算BMI 当然你这个地方可以从网路上找到BMI的计算公式 基本上蛮好记的,就是它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身高的话记得要是公尺,不是公分 所以必须除以100 然后呢,这边有几个重点是还要再格式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计算完BMI之后呢,我们其实后面还会需要做一些评语的部分 到底它是过轻呢?还是标准呢?还是过重? 当然我们会利用if的逻辑判断 其实就是 复习第一次上课里面讲到逻辑判断的部分 只是说未来逻辑判断会越来越复杂 当然不管你有多复杂啦 开头一定是if 后面是一个逻辑条件 加一个冒号 记得Enter之后的话呢,它会自动帮你在下一行做缩牌 那个缩牌是一定要的,你不能说不缩牌不行 OK 因为呢在Python里面,缩牌其实是程式的一个部分 所以同学常常写错程式 通常是那个你该缩牌不缩牌,不该缩牌你缩牌那当然就错 缩牌的概念其实就是下一阶啦 其实这个概念也跟那个 有点像PowerPoint那个也蛮像的 就一阶一阶的概念,阶层的概念 那再利用那个逻辑判断把BMI评语给写出来 并且做格式化 格式化我们有用到一个叫Format的一个函数 OK 那Format函数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FOR回圈 OK 所以上礼拜就是讲了一个BMI的小程式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进入到回圈的这个章节 那回圈的部分呢 其实我讲过了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 其实程式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程式 主要因为它 第一个 它 最擅长的就是处理重复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让程式 跑一千万次 其实它也可以在瞬间帮你很快的完成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人工来做 那如果你要跑一千万次 那不得了 恐怕你跑好几天都跑不完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小 特别注意 另外的话呢 回圈 除了FOR回圈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叫FOR回圈 所以你们可以记一下回圈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学程式最重要的学它的最精华的部分 我觉得最精华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人工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 那当然我是觉得第一个你可以想到就回圈 因为回圈的话呢 对电脑来说是相当快速相当简便的事情 但对人脑来说 所以却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尤其是量越大 那越不得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有一件事情是你要重复做的数量非常庞大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必要把它用程式写成这个所有的对应的回圈 那回圈的话主要有两种 我们上个礼拜主要讲的第一种就是FOR回圈 那FOR回圈呢 另外一种叫FOR回圈 OK 所以你们只要记啦 反正以后问你说 在程式里面 总共有几种回圈方式 那当然就两个FOR跟FOR 不管哪一种语言其实基本上都一样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这特别主要FOR回圈它是有范围的 比如说 我们要加总1到99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 用FOR回圈来做相对是比较恰当的 另外一种你说老师那可不可以用画回圈来加总1到99 其实当然也可以 只是说画回圈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它不是像FOR回圈强调是一个范围 画回圈强调是一个条件 True跟False OK 如果是True就做 如果False就是跳里回圈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说范围多少 那你只知道说什么情况该做什么情况不该做 那你比较适合用FOR回圈来写 不过这个当然也没有说绝对的啦 因为像这种每个人写程式的习惯不同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可能写这个写来写去其实答案都不太一样 我其实有发现过有人甚至他不喜欢用FOR回圈 所以只要用到回圈他一律用画回圈可不可以? 其实倒也可以啦 只是说写出来程式也许就是没有那么精简 那我是觉得有时候看起来蛮痛苦的 为什么你明明可以用FOR回圈来写 那你却要用画回圈 OK那这当然每个人习惯的问题 那其他的话呢就是FOR回圈里面还有哪一些像 如果你要G数跟偶数分别加种的话 所以我们其实写了一个 第一个练习是 如果帮我写一个程式是1加到99的话 那该怎么写 如果你回去假如有复习的话 这个是必要的 OK我强烈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把程式学好 一定要自己 不要看答案 写过一遍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表示说你这个地方是真的懂了 OK 另外后来我们又写了一个G数跟偶数 就是1到99 里面G数的加种 告诉我一下 偶数的加种 告诉我一下 我们用了两个方法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方法是用判断的 如果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那当然就偶数 如果不行的话就G数 所以我们可以在FOR回圈里面多加一个IF 做判断 另外的话呢用什么 用STEP STEP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FOR回圈里面 那个RANGE RANGE里面 我们总共会有三个 就是最后一个参数啦 第三个参数呢 只要加个DOT.2就可以了 只是说你必须要两个回圈 OK 至于哪个方法 比较 比较好啦 有时候其实 但如果 只是 我们学习阶段啦 你其实 感觉不出来他的差异 可是未来如果说你 假设说工作里面会用到 你就要思考哪个方式 跑起来的效率是比较好的 所以 那其实理论上 如果差个 时间只有 就百万分之一秒 或者不到一秒的时间啦 哪个方法写的出来都很好啦 OK 所以呢 只是说 我建议你可以多个角度去思考 当然呢 你在小城市是没感觉 可是未来如果说你要写一个比较庞大的城市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这其实差蛮多的 OK 所以 像我写完城市之后 我还是会思考一下 有没有办法 再去把这个城市优化 OK 写起来更 RANGE更顺畅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99乘法表 后来我们写一个99乘法表 OK 然后呢 先写横向的一列 再写多列 这个部分当然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 里面的 第3个单元 OK 其实 上个礼拜的答案在这边都有 我把它打开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在 像奇数偶数的方法一方法二 这边是在第1页就已经有了 刚刚提到的 另外99乘法表里 里面的那个先输出 横向一列 再输出 这个多列 那这个答案也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4页 另外我们又用了一个format 那为什么用format呢 主要就是说 假设呢 我们输出的时候有很多的 转型 其实转型很乱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 你不希望一堆的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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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其实你可以考虑什么 把这些转型 改成用format来表示 format的好处就是说呢 它的格式归格式 如果里面在输出资料里面假设是变数的话 那它的规则是用大瓜糊表示 那后面format呢再把这个资料填到这个大瓜糊里面去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假设你前面缺几个资料 那你就再补几个资料过去 这样就OK的 所以 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最后 讲到的部分format 那当然如果把它run完之后的话 大概就 就会长这样 format嘛 执行的话 那这边就有个99乘法表 OK 那我们就 把这个99乘法表给run run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后面 当然呢 你其实 我后面是有补充 在那个什么 在VBA里面 所以 你假如要run那个VBA的话 其实也蛮容易的啦 我上面都有放一些VBA的程式 那你只要 假设你以前有学过 不管你有没有学过那个 这个VBA 第一步当然就开 开启什么 开启Sale 开发人员可能要打开来 VBA VideoBest把它点开来 那当然呢如果在VBA的话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什么 一定有开发人员 不过开发人员他不是预设就有了 然后VideoBest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程式写来 所以如果你要run那个就是发表 第一步请你在这个 专案里面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有点像那个 Python里面的开一个新的文件 那在模组里面呢 其实你就可以把什么 假设你要 测试的话 这边有个sub 你只要把这个sub到and sub Ctrl C 复制一下 然后呢就直接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 这个模组 的 右边的地方 意思说我们在模组里面 写了一个sub sub sub 我们可以称为他叫做负程式 这个就是一个负程式 那如果你要run的话 跟那个 基本上python 是一样的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这样就1乘1等于1 1乘2等于2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说呢在那个 这个VPA里面 因为呢他会有一个一个的储存格 那储存格我们用sales来代替 sales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物件吧 然后呢这个i跟j的话分别就是 他是 他的第几栏第几列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在第1栏的第1列 假设这个储存格放什么呢 放后面这个资料 1 那其实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Python里面呢 他的 and 在这里是用and 可是python用加号 OK所以呢 这个第1个差别 第2个差别的话呢 就是呢在那个python里面 一定要加什么 加str 刮糊 就是说呢 一定要把变数做转型 可是 在 VPA有个优点 这个当然也是算优点啦 层次如果可以 可以写少 就是说他不需要转型 他会自己帮你转型 你就把他串完之后就丢到这个范围 那就完成了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假设 除了学那个python之外 也对那个vpa有兴趣的话 那这边其实可以把它runrun看 至于细节 我想你们自己再 再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来写一个 简单的一个程式 如果我今天希望 星号输出三角形的话 那程式 该如何撰写 就是说呢 第一次输出一颗星 再来两颗星 到最后13颗星 基本上会有个范围 有范围 那不就for i 等于1到13 那这个1到13我要怎么样可以 他第一次输出是一颗星 这个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一样把共用先还给大家一下 OK 那先试试看 把我刚刚讲的那个程式 稍微回顾一下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再来看一下 云端白板的第3个单元里面的第7页 第7页里面有一个是 星号输出三角形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就是一颗星到 是三颗星喔 如果我今天想要 绘制出 这样的结果的话 该怎么做 另外呢 把它反过来 怎么反过来 第3个呢 我希望呢 除了说呢 可以输出星号 前面呢 假设啦 本来是有点像靠左对齐 现在是靠右 有点像喔 这边边 把它 从左边 改成 在右边 那这个立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星号 输出三角形的部分喔 有点 Hal 这边 然后 感谢观看